哈喽告诉您 黑手也能成为艺术家 这是花莲有一处观光农场的维修技师林孝明 他是把废弃的零件重组 化腐朽为神奇 变成精细的重机模型 而且每个细节都能够灵活的转动 他说这是为了要圆自己的重机梦 而观光农场也非常支持他 替他开办个展 提供他一个舞台 碳阶闪光下 生动的重机模型完成 而且每个细部都很精致 这个都是我们这个 变速箱里面的变速尺 里面的变速尺 这个是我们电动车的那个电池开关 这个是我们那个椅子 那个已经坏掉的椅子的 那个铁管来做他的影响 寻宝 对对对 别人眼中的废灵剑 到林孝明手上是宝贝 墨镜下的耐到闪光 连接的是他的梦想 男人又用了一台哈雷 然后我就想说 买不起哈雷 只好自己创作看看 看能不能创作出哈雷 无意中被我抓到那个 他的那个诀窍 没钱买哈雷只好自己圆梦 54岁的林孝明 高中读的是农机 之后在观光农场担任维修技师 10年前开始拿废弃零件做创作 从最初的机器人 动物 人像 到后来的重机模型 各个都是经典 前后轮都会转 这是哈雷 走那个西级风 改装车床用来抛光木头做花瓶 林孝明会得不仅这些 乐器上手 让人刮目想看 残留机油的手指弹出令人陶醉的音符 工作区放满许许多多的作品 农场业者干脆帮他开个展 还给他表演舞台 反而成为农场的一大卖点 有这样的员工真的不简单 因为他又会营业 又会做这种艺术创作 另外最主要他本身修农机 又是一个本身技术非常好的一个技师 这三方面对农场来讲 是一个不可多的人才 就连厂长都觉得他有天分 天天与机器为伍 发挥巧思 推手艺术获得肯定 无师自通 林孝明鼓励大家 别怕失败 只要有心 哪怕大气晚成 终究也有出头天 明日新闻 吴振燕 花银报道